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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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看烫伤毁容甚至是失去生命 看似呢在这个变美的道路上一路都是繁花似锦的 但实则荆棘满地 如果我们要是不睁大双眼的话 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跌入到了 医美各种各样的陷阱当中 所以呢我们要请到非常专业的医生 帮我们来指导一下 在医美的这条道路上 如何真正让我们变美 而且是安全地变美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 王泰玲主任医师 欢迎王主任 您好 王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王主任 在您工作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病人 是在其他的一些医美机构做失败了 然后找您来做修复的病例呢 的确 在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呢 会接待很多这种 面临要二次修复的患者 基于我的门诊经验呢 可能在他们中间只有5% 大约可能是属于做的失败的 完全失败的那种案例 那么大约有20%呢 可能算不上特别失败 但是可能有一些瑕疵 需要调整一些 在不久之前呢 其实就有一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案例 那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女性 她因为自己有肋沟 所以她找到了一个美容院 那这个美容院呢 给她注射了一种 就是某某什么什么泰的产品 然后注射到她的肋沟 结果注射之后呢 出现了整个的这个下减的肿胀 包括这个苹果肌的这个位置 都出现了这种异常肿胀的情况 而却持续时间长达一年都没有缓解 很有可能给她的身心 都会带来很严重的影响 对的确是这样 她曾经面诊过两次 刚刚注射了一段时间 我说让她先等待 恢复看看 也许能够自行消退 那上一次来呢 是她已经注射一年了 然后完全没有消退的迹象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 她的精神状态远远不如第一次 就是人会变得很焦虑 非常的焦虑 我相信这个失败的注射 真的影响到了她个人的情绪 以及这个身心的健康 对于很多想要变美的朋友们来说 我们想到的第一步 就是把脸上的皱纹给她去除掉 或者呢 让自己的脸看起来更精致一些 所以您提到的填充 就是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们 选择的医美的方式 的确是这样 大家可能投身医美 可能最先就是出于自己的这个 面部的年轻化 比如说对于皱纹的出现 以及面部一些凹坑的出现 比如说我们法令纹啊 类沟啊等等 可能都会给她在心灵上 带来一些冲击 于是可能会想投身医美 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 更年轻 那我们就分类来跟大家介绍 在我们变美的过程当中 应该怎么样避免跌入深坑 我们先来看关于除皱和瘦脸 在这条医美的道路上 我们容易跌进的第一个坑是 功效夸大坑 大家在注射这个 除皱瘦脸症之前啊 对这个功效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觉得就是立竿见影吧 我就是那个发现自己 有鱼尾纹的时候 我就希望就是打了以后 皱纹就没了 然后比如说那个咬肌 有点不对称 那么你打一些肉毒 然后你的脸就瞬间变得小微脸 但是这种注射类的方式 真的能够帮我们去除掉 现有脸上已有的这个皱纹吗 那其实用注射的方法来除皱呢 严格上来讲 它只是说能帮你改善皱纹 而不是说完全把皱纹消灭掉 这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的皱纹分两大类 一类是动态型皱纹 一类是静态型皱纹 动态型皱纹呢 就比如说我不笑的时候没有 只笑的时候出现的这些皱纹 或者说我皱眉的时候 才出现的皱纹叫动态型皱纹 那么静态型皱纹呢 就是说我不做面部表情了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我有皱纹在那儿 这种呢叫静态型皱纹 比如说让我们用这个肉毒毒素 去除皱的话 实际上它只针对的是 动态型的皱纹 而对静态型的皱纹没有作用 所以一个是表情纹 是假的纹 而另外一个呢 是真正在我们脸上 已经做不做表情 它都会存在的皱纹 这个就是真皱纹了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功效夸大坑 还主要除了体现在说 对这个所有的皱纹都管 实际上这个不是的 第二呢 还就是刚才这位嘉宾说的 立竿见影 实际上这种除皱针呢 它不是立竿见影的 它的起效时间呢 大约是三到七天 你可能才看见 你皱眉 皱不起来那么大了 笑也笑不出来 那么多鱼尾文了 比如说瘦脸呢 可能你观察到 效果的时间会更久一点 大约十天到十四天的时候 你可能才会注意到 自己确实瘦了 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除皱呢 我们主要注射的是肉毒素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一段动画呢 让大家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肉毒素 注射到我们的皮肤之内呢 就可以去除掉一些表情纹 那么大脑要支配我们的肌肉呢 会发出一些信号 这些信号呢 会通过我们的神经来传递 当神经想给肌肉 发出信号的时候呢 主要是释放 以鲜胆碱 来让我们的肌肉呢 接受到我们大脑 要传递的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皱眉 可以挤眼睛 产生鱼胃纹 那么当我们注射了 肉毒毒素之后呢 那它肉毒毒素 会阻止我们的神经 释放以鲜胆碱 这种神经地质 于是我们的肌肉呢 接受不到大脑 传递来的信号了 所以肌肉就不会产生收缩 这也就是我们 除皱的一些原理 哦 那刚刚呢 我们理解了 为什么注射这个肉毒素 是可以控制表情纹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朋友啊 注射肉毒素的目的呢 是想瘦脸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肉毒毒素注射了之后呢 它能够阻断 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乙鲜胆碱的释放 于是我们肌肉 接受不到信号了 就会产生这种 费用性的萎缩 那举个通俗胆的例子 一个长期卧床的人 他的肌肉经常不动 那可能腿 就会出现萎缩这种情况 体积变小了 那我们瘦脸 真的道理也是这样 就是说它用的少了 于是它出现了一些萎缩 萎缩呢 你就会看到 我们的脸好像变窄了 变小了 肉毒毒素呢 其实主要针对的是 我们就是脸侧面 后面的这个咬肌的位置 它只能瘦肌肉 也就是瘦我们的咬肌 那我们刚才一直不停地 在说这个能够除皱 和瘦脸的肉毒素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欢迎收看由易安宁丸 特约播出 由伊领药业莲花清温胶囊 赞助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刚才一直不停地 在说这个能够除皱 和瘦脸的肉毒素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那这个肉毒毒素呢 其实说来话长 其实很久以前 人们就已经发现它了 比如说在欧洲 他们爱吃一些这个罐头啊 什么香肠啊等等 但是会发现这个食物 如果储存不当的话 可能就会吃了之后 发生食物中毒 这食物中毒之后 这个人可能有些瘫痪 然后甚至有些人呢 出现了窒息 而导致死亡这种情况 那在1895年呢 一个比利时的科学家呢 就从这个中毒者 以及他们吃的食物中间呢 分离出来了这个肉毒毒素 那肉毒毒素的这个发展呢 其实主要是在20世纪 就是说当时科学家呢 已经能够把肉毒素 进行一些提纯了 那提纯了之后呢 20世纪大战爆发的时候呢 很多科学家都致力于 将肉毒毒素应用于二战 作为一种生化武器 但是还没有研究成功的时候呢 二战就已经结束了 那这些科学家呢 其中有一部分人就转型 认为肉毒毒素 其实是可以在医学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 肉毒毒素在美国获批 应用于眼科 治疗眼肌症软和斜视 为什么这个是可以用来 治疗斜视的呢 因为其实斜视 是我们的眼外肌 有一些力量方面的不平衡 所以它通过 抑制某些眼外肌的运动能力 而调节这个肌肉之间的平衡 然后能改善我们的这个斜视 那后来怎么就应用到 脸部的注射来除皱呢 你看它都是眼科医生在应用 它会发现它在治疗 它的患者的过程中呢 鱼尾纹变轻了 哦 于是开启了肉毒毒素 在医美方面的历程 满一增一 对 最先报道这个 于远文简轻的就是眼科医生 那我们继续来看啊 关于除皱和瘦脸 我们在前行的变美的道路当中 还有可能不小心会跌入 哪一个深坑呢 这次跌入的是 试用人群坑 我想问问各位 是否了解这个肉毒素 究竟适合于什么样的人 尤其是哪些人是不适合的 大家清楚吗 我只知道年纪小不行 就是因为我有那个 朋友的孩子 他想瘦腿 就他觉得他那个小腿的 那个肌肉女孩子嘛 特别的大 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 专门带他去医美机构咨询 人家明确说 未成年没有满18岁 是不可以做这个项目的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 然后他就是跟妈妈的关系 特别好 因为你想三十多岁嘛 也逐渐开始对医美 有越来越多的了解 然后就想说 妈妈的这个鱼尾纹特别重 但是他打完了之后 结果就导致这个眼睛 都不能正常地闭上 就已经严重到影响 就是他妈妈的一个 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你说的是一种情况 就是年纪太小了 那么不适合给他注射这个 像这种除皱呀 或者瘦脸 是不是年纪大的 也不适合 因为感觉 这种像影响到神经的部位 就感觉年纪大的人 是不是要慎用呢 有道理啊 关关你有没有听说 什么样的人群不太适合呢 那我只能拿我自己说事了 像我不属于特别小的 也不属于特别老的 那我为什么打肉毒素 除这个鱼尾纹 变成了眼袋呢 你打在哪儿了 你到底打在鱼尾纹 这还是打在眼袋这儿了呀 当时他就说 你看你笑的时候 这块还挺多褶的 多给你注射几个点位啊 我就记得密密麻麻的那个针啊 扎了好几下 我都数不清了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只有我失败了呢 或者说我这一类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 眼睛大的人不适合吗 你这个真相地夸自己 我觉得应该是 孕妇 产妇 或者是被孕的人嘛 因为其实我一直也在被孕 就是我的那个医生 还特意提示过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 这类人群也不能打 所以刚刚大家提到了 几大类人群 一个是未成年 太小的 未成年人 年纪大的 眼睛比较大的 再加上孕产妇 那大家总结的全面吗 大家总结的 其实还是挺全面的 其实作为这个不适合的人群呢 你要严格上来区分 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谨慎注射的 还有一类是禁忌注射的 那谨慎型注射的人群呢 比如说就有 前面有位嘉宾说眼袋过大 那他实际上要下检纹 这块的注射呢 就属于谨慎注射的部位 它就不适合 本身就容易出眼袋 再注射了眼袋会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眼轮扎鸡 就是我们眼周的这块肌肉 如果过度放松的话 它有可能 hold不住里面的脂肪 这里面的脂肪就会散出来 就会出现这种 比较明显的眼袋 所以说眼袋特别大的人 那你在注射鱼蚌的时候 一定打得不要太过分 还有一类人群 眼瞼下垂的 就是前面有位嘉宾说 年纪特别大的人 注射完了之后 感觉睁眼就费劲了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大多数这类 年纪大的人群呢 它都有上眼瞼的松垂 就是它平常 睁眼睛的时候 可能都有点费劲 都得靠使劲抬眉毛 挤出一堆抬头纹 它才能睁眼睛 当你把肉毒毒素 注射到它的额纹 把它的额头皱纹 倒是控制住了 但是它睁眼睛的时候 不能靠抬眉毛 来睁大眼睛了 于是可能就会出现 这种睁眼睛费劲 甚至有的人觉得 睁眼睛睁不开这种情况 它就会非常地不舒服 甚至如果松垂 特别厉害的人 因为睁不开眼睛 它可能还会遮挡它的视线 那另外需要 仅慎注射的人群 还有一类 就比如说注射部位 出现过敏的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也是建议谨慎注射的 不在这个过敏期进行注射 否则可能会分不清 到底是自己过敏 还是因为对这个药物过敏 那我们看一看 还有哪些是注射肉毒素的 禁忌人群 前面讲到的 那位嘉宾已经说了 那备孕的人群 还正在怀孕的人群 以及现在在哺乳期的女性 都不太适合在这个期间 来注射肉毒毒素 那么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有众生机物力的人群 也非常不适合注射肉毒毒素 那还有一类呢 就是焦虑和抑郁的人群 可能大家比较奇怪 那这类型人群呢 其实它不仅不适合注射肉毒毒素 可能也不适合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为什么呢 因为医美的项目呢 它其实也是一种医疗的项目 它在变美的同时呢 其实也不可避免的 会有一些非常低几率的风险 那么像这类型人群呢 就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地弱 可能有一点点 可能说后一点点的不适 可能都算不上是并发症 就会在它那儿产生很大的涟漪 严重影响它自己的生活 以及心情 这里面并没有提到 刚刚云锦说到的未成年人 那就您个人的经验而言 未成年人 比如说想受某一些具体的部位 可以注射肉毒素吗 那我们还是其实建议 如果出于医美的目的 来注射肉毒毒素 还是尽量成年以后再注射 如果是出于治疗的目的 比如说肉毒毒素 还可以用于脑瘫患者 降低激张力 像这种呢就有文献报道 可以小到两岁的时候 也是有注射的 所以说如果以治病为目的的 我觉得可以突破 这个年龄的限制 那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除皱 瘦脸的这条医美的道路上呢 也是险下还生的 还没完呢 大家继续往下看 还有可能会掉进 什么样的深坑里 三号坑 如果没有专业资质的医生 来操作注射肉毒素的话 有可能会发生 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医美项目 虽然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水很深 并且呢 其中隐藏的知识点很多 所以不是所有的医生 或者说所有的外科医生 都能够精准掌握的 比如说肉毒毒素的剂量 掌握不好 那有可能会过量的使用 那过量的使用呢 轻者可能就是一个麻痹 重者呢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机 那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不能够呼吸了 那是不是这个人 有可能会自吸自死 在我们国家 有专业操作资质的医生 大概占到 所有从业人员的多少呢 大约10% 从业的医生 可能有38343名 那真正有这个 整形外科专业背景的医生 实际上才有3000多名 差得好多呀 那这些从业的医生 也是专业的医生吗 那这个要分了 有可能这些从业的医生 有一些是没有这个两证的 就是这个医师资格证 职业医师证的 那也许有些医生是有两证 但是他们没有 整形外科的专业背景 就是说他们可能是 从其他外科改行过来的 明白了 您可能会问 看似简单的一个 注射肉毒素的操作 为什么要由 非常专业的整形外科的医生 才能够进行呢 我们通过一些道具呢 来做一个模拟的操作 看完您就一目了然 非常清楚了 我们准备了两种食品 一个是紫甘蓝 一个是瓜 这个用来模拟什么呢 主要是用来体现 我们不同部位 我们解剖结构的复杂程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紫甘蓝呢 是用来模拟我们脸部的 那这个瓜呢 是用来模拟我们 比如说四肢 身体的其他部位 对 比如说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 解剖结构呢 相对来讲没有面部 那么复杂 比如说我们的四肢 相对来讲分层 没有那么多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瓜皮 这个瓜皮下面的就像我们的皮下 然后这个瓜肉还有瓜仰 结构比较简单 对 相对来讲没有很复杂 但是面部呢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很多重要的器官 比如说我们的大脑 还有我们五官 并且呢 这些五官还要都要做出表情 那个肌肉呀 血管呀都相当地复杂 我们来看看啊 拿这个紫甘蓝做一个比拟 它复杂在哪里呢 它这个分层首先比较多 另外呢 就是感觉好多这个纤维互相连接啊 就有点像我们面部的一些 这种生理结构 结合紧密并且复杂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张图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面部组织有多复杂 这张图中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 头面部的一个解剖的 表面的这种解剖图谱 我们看到的红色 这种带纤维的 这就是我们的肌肉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眼睛周围有这一圈一圈的 这就叫眼轮杂鸡 我们看到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线 就是我们的静脉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蓝色的静脉边上 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这个线条 这个是我们的动脉 那大家看到的黄色的线条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 我们头面部啊 因为重要的器官非常的多 所以血管神经也非常的密集 那因为面部还得做一些表情啊 那这些表情的肌肉 也是相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并且它们之间的这个 就是空间关系也是错终复杂的 如果在注射的时候稍微不慎 轻者呢可能就会 比如说就是点瘀青 那么严重的程度呢 甚至有会有失明 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要找专业医生干这个事 对于艾美的朋友们来说呢 一方面是可以通过注射肉毒素 来起到除皱受脸的效果 而另外一方面呢 还可以通过填充某些物质 让我们脸上的某一些凹陷啊 或者是皱纹呢 能够起到一个平肤的效果 那对于填充的这个操作 也会产生一些风险吗 对 填充的风险呢 其实可能也并不比肉毒素低 比如说如果真正出现了一些 相对比较严重的弊发症 那在这些严重的中间呢 轻者可能你就皮肤坏死了 那么中者呢 你有可能是失明 严重了可能就是要命 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越来越多 那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避免在填充的这条 医美的道路上 走入一些深坑 我们来看 填充材料坑 通常来说 填充的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使用最多的就是透明脂酸 也叫玻尿酸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啊 那这个透明脂酸呢 它是1934年 然后在我们美国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 眼科学的教授 它从牛的眼球的玻璃体中 提炼出来了这种物质 取名为透明脂酸 就是我们俗称的玻尿酸 玻尿酸这种材质呢 相对来讲它最大的功用 就是锁水保湿 其实它存在于我们人体的很多器官中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中间 2%的玻尿酸 它可以就是锁住98%的水 也就是说谁含的玻尿酸 皮肤多一点 你可能觉得皮肤的含水量呀 也会好一点 所以说玻尿酸这种材质的 可以说是现今存在在自然界中 最好的这种锁水保湿的物质 最近这些年好像听到的 这个在脸上填充玻尿酸 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特别的火 那大家在选择玻尿酸的时候 是否明确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材质的 或者是什么类别的玻尿酸来填充呢 我觉得玻尿酸就是只有一种吧 还有不同的材料和品质吗 这么有经验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选 唐唐你有相关的经验吗 就是我当时填那个法令纹的时候 大概了解就是 它好像这个玻尿酸就跟那个衣服一样 它会分型号 什么有一点 就有那种好像密度高一点的 密度低一点的 甚至好像有更硬一点的 填不一样的部位 然后有的稍微硬一点 好像它就可以填 可能支撑性要好一点的部位 我有个闺蜜填完法令纹以后 就是两根棍 然后最后没办法又去融掉 笑融掉 打针把它融掉 对 这里的门道真的好多呀 那究竟玻尿酸有几种呢 不同的填充部位 又应该如何来选择使用哪一种玻尿酸呢 我们结合一些道具帮助您来认知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 强脑又安神 睡好精神好 把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准备了不同的物质 这些是用来模拟玻尿酸的是吗 对 就是给大家举一个通俗点的例子 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玻尿酸呢 就是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叫颗粒型的玻尿酸 第二大类呢 叫凝胶型的玻尿酸 那这个小米粥呢 就是代表的我们颗粒型的玻尿酸 那这个小米粒呢 就代表它的固态的颗粒 那么这个粥的液态的形状呢 代表中间夹的这个透明纸酸 液态的透明纸酸 这种颗粒型的玻尿酸呢 又叫双向玻尿酸 因为有固态 有液态 那它分成呢 大颗粒 中颗粒和小颗粒 那么比如说 要是支撑性强一点的 可能就属于大颗粒 支撑性小一点的就是小颗粒 这是我们第一类玻尿酸 第二大类的玻尿酸呢 叫凝胶型玻尿酸 凝胶型玻尿酸呢 又叫单向玻尿酸 说白了单向玻尿酸 它不分固态和液态了 它就是均一质地的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均一质地的 准备了三类 代表它不同的硬度 比如说这种均一质地的 这个浆糊 我们就觉得它是软一点的 那种凝胶型的玻尿酸 那么这个呢 稍微有点弹性的 这种浆糊呢 干一点的浆糊呢 我们就属于质地硬度中等 支撑性中等的 这类型的凝胶型玻尿酸 那么我们还有更硬一点的 那么这个呢 就代表我们支撑性最强 最硬的这种凝胶型的玻尿酸 那我们在填充不同的部位的时候 怎么样来选择 其实单向型的玻尿酸 和双向型的玻尿酸呢 这两种没有明显的优劣 在市面上呢 都是存在的 其实我们要选择的时候呢 主要是要兼顾到 它到底适合填在什么层次 它的支撑性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在填一些鼻子 下巴这些部位 因为你知道我要是小下巴 比两人的话 我其实是需要多一些 类似于硬的 像骨头那样质地的东西来填充 所以我选择玻尿酸呢 就要选择支撑性好一点的 相对硬一点的玻尿酸 可能比如说在这里面 用这个单向玻尿酸来表示呢 就是这种硬的 支撑性强的 适合填鼻梁啊下巴啊 或者说在我们苹果肌的位置 填在骨膜上的这个层次 比较适合这种硬的 第二类型呢 就是软硬度中等的这种呢 我们就适合填在一些面部的中层 比如说我们在填法令纹 或者是苹果肌的浅层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这种质地争短 不软不硬的来填充 效果才会更好 那它可以兼顾 既有一定的支撑性 又不那么硬 不会打出棱 不会让你一眼就看上去 显得特别假 像刚才云锦提到她的朋友 填完了之后变成了两根棍 是说明她选的这个软硬度选错了 对 第一她是软硬度选错了 第二 她这个打的层次不对 硬的布尿酸 你就应该打在稍微深一点的层次 让它起到一个类似于 骨性填充的这种作用 那那个最稀的呢 适合填充在什么位置呢 那最稀的呢 就是填充在我们一些 就是相对来讲 需要柔软 手感软一点 另外这个表面的这个皮肤组织 比较薄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就打在我们肋沟啊 或者是矫正我们一些颈纹啊 像这些不为因添充的层次 特别浅 而且呢 要求这个玻尿酸啊 不要有太硬的手感 这样免得我们第一眼看出来 第二呢 摸出来有更多的不适感 所以这个专业的事情 一定有我们专业资质的 整形外科的医生 才能够把握好这个度 对 选择什么样的玻尿酸来注射 这都是非常非常专业 而且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个事 不能够交给没有专业机制的人 好了 搞清楚了 谢谢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啊 如果要是不加小心的话 还有可能 会在填充美容的这条道路上 掉进什么样的大坑呢 哦 是试用人群坑 那哪些人明确是不太适合 填充玻尿酸的呢 那同样呢 跟肉毒毒素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孕期 以及不入期的妇女呢 是不太适合进行玻尿酸的填充的 另外玻尿酸的填充呢 它属于一个破皮的操作 如果你正好在我注射的部位出现了 比如说你有皮肤感染 或者说是过敏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也是不建议在这个时刻进行注射的 那么另外有一些 有这种搬痕增生史 或者有搬疙磕的史的患者呢 最好不要注射 因为像这类人群呢 有可能就是一个小针头的破皮 可能就会长出很大的斑割的 所以这类型人群得注射方面要非常的谨慎 另外呢就是有严重过敏的人群 因为玻尿酸这种产品呢 虽然说它的这个合成的玻尿酸呢 与我们体内的玻尿酸呢 相当的相似 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群呢 可能它的这个过敏反应比较重 它对异物的反应也非常重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处于一个严重的这种过敏期 会出现打进去的玻尿酸 出现反复肿胀的这种情况 明白了 如果您要是这四大的人群的话 可千万不能任性哦 说我现在就想要填充脸部的凹陷 就想去除皱纹 就要填玻尿酸 专专专业的医生是不会给您做操作的哦 好 让我们继续来看 在填充美容的道路上 还有一个大坑 大家一定要警惕 还是医生的资质坑啊 大家平常在做这个玻尿酸填充的时候 会很看重这个医生的资质吗 当然 就是因为 我不知道堂堂 就是我知道打那个它是顿针 就在你这个颧骨上方眼窝下面 这个像直接插进去 这样扎进去 然后这样转 这样转 这样转 对 好恐怖 我就觉得天哪 别给我戳瞎了 堂堂你会看重医生的资质吗 就我个人而言啊 因为我医美很多年了 我还是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注意的 但是我周围的人 因为我周围都是 就是漂亮可爱的小闺蜜 他们对医美这件事情 真的是特别滋滋不倦 他们有的时候就不太会考虑 就是医美资质的问题 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是脸上填充了这个东西 其实材质并不便宜 性价比其实并不高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可能 觉得这个要便宜 然后觉得填充这个东西吗 那有什么技术含量吗 然后我周围甚至有一个朋友 他应该也是在这种 就是不知名的这种小地方 然后他填这个鼻子 而且填坏了 这个鼻子现在还是一个 坏死的一个状态 而且他已经做了很多次的 修复手术了 就这个有关于这种填充以后的 这种修复 我是在我这个朋友身上 才知道的 非常非常难 我没太明白王主任 在鼻子上填充玻尿酸 为什么会让鼻子的 这个组织都坏死了呢 就是前面我们看到了 面部的这个血管 非常的丰富 可能填充到血管里呢 直接出现了皮肤坏死之后呢 我们皮肤就烂掉了 然后你再重新长皮肤 形成的是一种疤痕 所以说他说的那位朋友 其实这个疤痕一旦形成了 可能也就是不可逆的 你可能通过很多很多种方式 很多很多次手术 可能都难以复原 这疤痕可能只能稍微淡一点 不能完全去除 那这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 可能要是严重的 可能比如说打鼻子 有打到这个闭塞眼部的 视网膜的血管 而导致失明的 听完王主任刚刚的介绍 现在咱们知道了 如果找到不专业的医生 来完成这个事的话 有一天真的有可能 后悔都来不及 所以我们还要通过一组道具 让您来看一看 就是您觉得很简单的 在脸部填充玻尿酸 实际上它的专业性有多高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 这两块蛋糕 能够反映什么问题呢 那这个蛋糕呢 就是模拟的 我们面部不同的位置 它的分层 比如说这个蛋糕呢 就是分五层 它是模拟的 我们面部的绝大多数的位置 比如说有浅层一点的皮肤层 皮肤层下面 皮下浅筋膜脂肪层 第三层呢 就是我们表浅肌肉建模系统 也叫SMAS层 那再下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间隙层 就是说它有一些间隙 并且有一些表情机在走形 那么最底下的一层 最深层的 也就是挨着我们骨头上面的 叫骨膜层 那么面部的绝大多数的部位呢 可能是这五层的结构 但是还有一个特殊的部位 就是说它分的层次更多 分到了九层 就像我们这个千层蛋糕一样 比如说我们的镍区 或者叫太阳穴的这个位置 它就复杂到九层 看似这么薄的地方 居然里面分层分得那么细致啊 对 每一层可能都很薄 但是它切切实实地 存在在那个位置 并且中间穿行着 很多重要的血管 那通常我们要是打这个玻尿酸 来填充的话 要注射到哪一层呢 那相对安全的层次呢 有一浅一深 那一深呢 就是我们注射在骨膜层 那这一层呢 相对来讲呢 重要的血管很少 所以说出现栓塞的几率会很低 那另外一浅呢 就是我们这个皮下脂肪层 那这层次呢 相对来讲重要的血管也少 所以说要么深 要么浅 那您在注射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够准确地把握 我这个玻尿酸 到底有没有准确地注射到那个位置呢 对 这就需要医生的一些经验了 就是说很多注射的这个操作呢 基本上都是在皮里面 都是盲事下的操作 就是说需要医生呢 首先第一有经验 第二对解剖知识了然于心 第三呢手上还要有手感 就比如说我用这个小汁来替代 比如说我在注射的时候 那插破皮之后呢 大家知道第二层就是我们的脂肪层 那么在这层次呢 我就可以安全地进行注射了 然后 这是浅层的 对 这是浅层 但深层的呢 您刚才提到要注射到第五层 骨膜层 那怎么把握呢 是 其实这层会更简单一点 那我可以垂直注射 然后抵到我们的骨头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呢 为了安全 医生还要进行一些回抽 确保我这个针 没有进入我们的血管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进行注射 如果抽起来有血液 对 那你就不能注射了 你需要换一个位置 除此之外呢 还会考虑什么因素呢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 患者的这个整体的美观效果 所以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医美医生 一定要有比较好的审美 这样才能打出来非常好的效果 医生也满意 患者也满意 要做有专业能力的医生 有良心的医生 还要做一个高审美的医生 满足这三个条件 才能够为想要追求美的这些朋友们 完成这么专业的操作 是的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内容 信息量非常的大 最后请王主任为我们总结一下 在变美的这条道路上 应该如何地避险避坑 变美有风险 求美需谨慎 在医美的这条路上呢 要想避开坑 首先第一条就要选正规的医疗机构 提供这个正规的产品 并且有很好的科学的流程 第二呢 一定要选有资质的医生 因为只有专业的整体外科医生 才能够为您提供更好的 更安全的变美的这样的效果 第三呢 大家还要秉承着 宁少物多的这种原则 因为我们医美啊 可以一步一步地变美 没有必要冒着风险 非得要一步到位 好 听您的 感谢王主任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 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